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惊吓只觉得路易心里有事情 但是却又不肯讲 惊吓向来好奇心中 有事情不喜欢憋着 遇见事情喜欢立刻解决 否则他便会觉得寝食难安 他摇了摇路易的胳膊 路易慢慢地睁开眼睛 有事 你到底怎么了 惊吓直接问道 没事 路易依旧不肯说 你从早上一直黑着脸 还说没事 我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有事情说出来就好 干嘛憋着 弄得大家都不愉快 惊吓也有些不高兴了 这一早上 他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哄着路易 可是他却依旧黑着脸 惊吓也是有脾气的 这是在干嘛呢 有事说是 没事拉个脸给谁看呢 路易看着惊吓也有些生气了 这还是两个人恋爱后 惊吓第一次和自己生气 他不想惊吓生气 可是他心里也憋屈 他看着惊吓 不悦地问道 袁惊吓 我在你心目中是不是特别拿不出手 惊吓愣住了 这是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惊吓疑惑地问道 路易拿出手机 进入到惊吓的朋友圈 将手机扔给惊吓 问道 你看看你的朋友圈 惊吓看了一遍 没发现什么异样呀 也没有发什么敏感的字眼呀 他一副茫然无知的样子 继续问道 说明白点 你是装傻呢 还是真不懂 路易再次问道 我是真不懂 大哥 你能说明白点吗 就算判死刑你 也要给我一个罪名吧 惊吓继续追问道 路易冷哼一声 不屑地道 原惊吓 我是一个不配在你朋友圈出现的人吗 昨日是路易的生日 惊吓的朋友圈却只发了一条道 终于解封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 配着在谢肖家吃饭的照片 但是照片内只有美食 却丝毫不见人影 若说昨日惊吓喝多了 不发朋友圈 路易也不会生气 他偏偏发了 但是却和自己丝毫没有关系 路易还翻看了惊吓最近所有的朋友圈 有美食照 有健身照 有工作照 但是却丝毫没有和自己相关的照片 更让路易生气的是 惊吓的朋友圈有谢霄 有宅兰叶 有杨月 有同事 但是就是没有一张他的照片 没有和他相关的一句话 惊吓得慌张 正当路易愤怒地等着惊吓的解释时 惊吓立刻慌了 他立刻拿出自己的手机 删掉了昨天晚上发的朋友圈 该死 定是喝酒的原因 才发了那样一条的朋友圈 幸好自家老佛爷 没有随时随地查看朋友圈的习惯 幸好自家老佛爷上午比较忙 否则定是要对自己电话轰炸的 他撒谎骗老佛爷 自己在陆家隔离 所以发的朋友圈 都是一些痴痴呵呵的照片 路易看着惊吓奇奇怪怪的动作 看着惊吓的慌张 他更加地生气了 威怒道 袁惊吓 你不觉得你要给我一个解释吗 惊吓这才反应过来 原来路易生气 竟然只是因为这么小的事情 他笑呵呵地抬头 看了一眼路易 笑嘻嘻地问道 你就因为这点小事情生气了啦 路易道 我不该生气吗 惊吓拉着路易的胳膊 将头靠在他的胳膊上 撒娇地道 我没有发你照片 还不是因为怕你不喜欢吗 我看你平日里面都不发朋友圈 便想着你不会喜欢这样 路易听完惊吓的解释 心情好了很多 原来他是怕自己不喜欢 不过 路易依旧瞪了惊吓一眼 称怒道 我不喜欢发 可从未阻止过你发 惊吓立刻笑呵呵地道 好 好 那我现在就发一下 好不好 惊吓一条眉 挑逗着路易 路易被惊吓挑逗得心里痒痒的 但是却依旧傲娇得道 随你 惊吓立刻拿出手机 发了一条朋友圈道 生日快乐 俺家十三哥 帅吧 配图道路易看了看惊吓的朋友圈 依旧有些不满意 十三哥 什么鬼 不悦地对惊吓道 改个称呼 惊吓笑嘻嘻地调侃道 改什么 路十三 路易瞪了一眼惊吓 不悦地道 换个 惊吓摇了摇头 拒绝道 不改 不改 就不改 我觉得十三哥挺好听的吗 路易看着惊吓撒娇的模样 终究是败给了他 接下来两个人就要在家隔离七天了 哈哈 我不厚道地笑了 先带小神兽去玩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